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军新增病例超过5万 美国已有超过38万名儿童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美军全面升级 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部署 重点打造五大基地群 扩建空军基地 建造战略燃油储备设施 成立导弹机动部队 美国想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日本货轮燃油泄漏 马里丘斯海域污染严重 当地民众剪掉头发之作 阻瘤漏 34.7厘米 缅甸一名女孩成为全球腰最细的人 她宣称自己天生吃不胖 首先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11号表示说 俄罗斯研制的一款新冠疫苗 已经注册并且已经投入使用当中 而自己的一个女儿 已经接种了该款疫苗 目前感觉良好 据俄第一频道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11号表示 俄卫生部 以首次对本国研制的一款新冠疫苗 给予国家注册 河梅称 这个消息不仅是当天 俄罗斯主流媒体的头条新闻 也成为西方各大媒体的头条 震惊世界的突发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 俄罗斯已经研发出一款 针对新冠病毒的有效疫苗 俄罗斯人高调宣布 他们将于10月前 开始大规模接种疫苗 普京在政府会议上表示 俄罗斯的疫苗 已通过必要的检验 是安全的 他自己的一个女儿 已接种并且感觉良好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开始大量生产 这款疫苗由加玛利亚 流行病与微生物学 国家研究中心 以腺病毒为载体研制而成 加玛利亚中心主任 金斯堡7号介绍说 这款疫苗属于 腺病毒载体疫苗 也就是将编码新冠病毒 刺突蛋白的核酸片段 导入腺病毒 以腺病毒作为载体 诱导人体对新冠病毒 刺突蛋白的免疫应答 俄罗斯卫生部长表示 该疫苗被命名为 卫星V 其中V表示疫苗 并指出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可以使人形成长期免疫力 免疫力可持续两年 罗维称 除了普京的女儿 接种疫苗的志愿者 还包括俄罗斯 直接投资基金总裁 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 该基金资助了 疫苗的研发和生产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表示 目前已收到包括 欧盟国家在内的20个国家 购买俄罗斯新冠疫苗的请求 针对俄罗斯注册首款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希望审查俄罗斯新冠疫苗 安全性的相关数据 世卫组织发言人 塔里克·亚沙雷维奇 11号在日内瓦 举行的网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正与俄罗斯卫生部门 保持密切联系 就世卫组织可能对其疫苗 进行资格预审进行讨论 目前多种新冠疫苗 正在研发过程中 有效性尚待证实 多国或预购疫苗 确保本国疫苗供给充足 或资助研发机构 法新社报道 全球新冠疫苗预购量 达到至少57亿剂 目前美国仍然是 全球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 秋季正常开学 但近期儿童中的 新冠肺炎病例数急剧增加 令各级学校忧心忡忡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 联合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 美国近一半的儿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现在 刚刚过去的四周内 根据这份报告 截至8月6号 美国儿童感染新冠肺炎病例数 超过38万例 其中7月9号至8月6号之间 新增了约18万例 比之前四周激增90% 美媒称 秋季新学期即将开始 儿童感染病例暴增 显然是个糟糕的消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称 佛罗里达州新冠肺炎患者激增 最近一个月儿童患者增加了两倍以上 10号 佛罗里达州一些地区的学校开学 数千名学生返校 学校鼓励学生戴口罩 但是并没有强求 此前佐治亚州率先开学 但开学不到一周 部分地区就有多名师生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数百人出现疑似症状 被要求居家隔离 在此情况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强调 学校必须开放 医学专家对此表示忧虑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是印度 据英国独立电视台报道 自8月以来 印度日增确诊病例 均超过5万例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1号晚说 在该国102天 没有发现社区传播新冠病例后 其最大城市奥克兰 报告了4例感染源不明的新冠病例 日本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突破5万例 据韩国KBS电视台报道 日本一高中96人 集体感染新冠 校方称以为是中暑 我们再来看到 近期在中国周边 不断增强活动频次的 美国又有新动向了 看到三架隐形轰炸机 是长途飞行 飞越半个地球 部署到了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 那这一行动有何深度的寓意呢 我们看到这背后是一系列 相关军事基地的基础设施 在升级当中 升级部署地点之一 狄哥加西亚岛 当地时间8月11号 社交网络上跟踪各国军机动向的 账号发布消息称 当天早些时候 美军三架B-2隐身战略轰炸机 从位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的 怀特曼基地起飞 向西进入太平洋空域后 一路朝着西南方向飞行 飞经澳大利亚北部空域后 折向西北 最终抵达狄加西亚岛 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狄加西亚岛 总面积只有大约30平方公里 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该岛是英属印度洋领地的一部分 上世纪60年代后 美国与英国签订协议 租建了该岛 在岛上修建了大型机场 可起降包括战略轰炸机在内 美军现役几乎所有型号的飞机 这里也成为支撑美军 全球战略行动的重要枢纽之一 在海湾战争 阿富汗战争 以及伊拉克战争初始阶段 美军的多次空袭 都是从迪戈加西亚岛发起的 美国战争地带网站指出 美军现役的B-2轰炸机 总数只有20架 单次任务就出动三架 是一项需要动用大量 人力和后勤资源的行动 资料显示 上一次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岛 部署B-2还要追溯到2016年3月 美媒认为B-2的突然出动 可能反映出美军 正在落实所谓动态部署的策略 也就是改变过去 按固定时间固定部署 某种装备的做法 随意选择部署的时间地点和机型 B-2轰炸机时隔多年进驻印度洋 的确罕见 主要意图大概有以下 首先要对伊朗发出明确的信号 如果在中东地区 有任何威胁到蒙古级美军的行动 B-2轰炸机凭借强大的突发能力和攻击能力 足以对伊朗发动一次空中打击行动 第二是展示自己所谓印太战略 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如果在印度洋上的迪格加西亚空中隐身作战能力 常态化的形成 这样对于控制印度洋连接两大洋 都有比较强的这种效果 同时如果在迪格加西亚 在南海的南部有美国隐身的空中战略打击能力 在南海上空 美国的军事存在也会同步得到加强 升级部署地点之二 澳大利亚达尔文 7月底澳大利亚外长防长访问美国期间 美澳两国达成一致 将由美方出资在澳北部达尔文港 新建一处战略燃料储备设施 确保美军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时 不会出现补给中断的问题 达尔文是澳大利亚北领地的首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曾是盟军重要的军事基地 也是唯一经受过战争洗礼的澳大利亚城市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达尔文是澳大利亚距离亚洲最近的地区 这里到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距离 比到本国首都堪培拉的距离还要近 因此美军的舰艇和飞机从这里出发 很快就可以进入南海等热点区域 从2012年起美国海军陆战队每年都向达尔文派出部队 进行轮换部署 每次部署为期半年 根据澳媒的报道 美澳双方正在讨论将部署时长延长至全年 同时双方还商定以达尔文为中心 构建一项针对中国的绝密防御合作框架 强化两国防务合作的力度与深度 有评论认为这是近十年来美澳安保合作关系 最重大的一次升级 达尔文也将成为美澳同盟军事合作的新增长点 据美媒报道 在接受了为期一年半的维修保养后 美海军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 将在8月内从位于华盛顿州的造船厂驶出 前往该舰新的母港加州圣迭戈 进驻新母港后 卡尔文森号将与舰载机及护航舰艇展开一系列训练 为2012年部署西太平洋地区做准备 卡尔文森号的本次部署意义重大 因为这将是F-35战机舰载版首次配合航母进行海派部署 美媒认为作为F-35系列最后形成作战能力的型号 F-35的舰载版也就是F-35C上舰部署 意味着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将第一次实现与五代战机的融合 升级部署地点之四 美国阿拉斯加州 当地时间8月11号 美国空军发布消息F-35A型战机 本月参加了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红旗军演 这是F-35部署阿拉斯加以来首次参加该项演习 今年4月首批F-35开始进驻阿拉斯加 按照计划到2021年底部署在阿拉斯加的F-35战机总数将达到54架 由于此前已经部署了F-22 阿拉斯加也将成为美国境内五代战机最集中的地区 美媒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 为了容纳数量众多的五代机 阿拉斯加埃尔森空军基地的基础设施正不断增加 据悉美国国会为基地扩容批准了数亿美元的资金 升级部署地点之五 冲绳关岛夏威夷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格近日对媒体透露 美国已经开始同日本讨论 在冲绳部署机动导弹部队的相关事宜 在冲绳新射机动导弹部队的动作最早源于今年3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发布的一份战略构想 根据这份名为兵力射击2030的构想 美军将对目前部署在冲绳的陆战队进行重组 计划建成三支机动导弹部队 分别驻扎在冲绳 关岛和夏威夷 整个重组计划将于2027年完成 与目前的陆战队作战模式不同 所谓机动导弹部队将基本抛弃坦克等重装备 转而配备远程防空及反舰导弹 在发生紧急状况时 快速分散至各个岛礁 确保美国的制海权 事实上陆战队是美军落实 所谓大国竞争战略最积极 步子迈的最大的部门 从今年7月开始 陆战队已经开始淘汰现役的主战坦克 向更为灵活机动的作战力量转型 再来关注俄美两个大国的军事博弈 这次博弈的点似乎是在战略武器领域 看到你方展示新武器的试验画面 我方就要展示的是敏感基地升级之后的画面 那近期呢 俄罗斯防长一系列的视察 最近的一次是来到了核潜艇的基地 当地时间11号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乘坐一架米8直升机 开启了对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视察行程 这就是从直升机上看到的蜂巢的样子 北约习惯把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驻地 维柳钦斯克基地称为蜂巢 现在俄罗斯国防部正在这里 为新一代潜艇打造新的基础设施 维柳钦斯克基地位于勘察家半岛上 是目前俄罗斯海军仅有的两个部署战略核潜艇的基地之一 另一个设在摩尔曼斯克加吉耶沃 属于北方舰队 维柳钦斯克基地直面太平洋 地理位置优越 部署在这里的潜艇可以迅速潜入大洋深处 执行战斗值班任务 历史上太平洋舰队与北方舰队 一直是苏联和俄罗斯海军实力最强的两支舰队 但苏联解体后的很多年里 由于财力不足 俄海军的资源只能优先提供给北方舰队 太平洋舰队的基础设施 尤其是与核潜艇相关的设施 投入严重不足 这样的状况在近几年才开始逆转 在11号的视察中 少一谷要求在今年年底之前 完成所有潜艇相关设施的建设与升级工作 升级工作完成后的维柳钦斯克基地 将具备部署最新型战略核潜艇的能力 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弗拉基米尔波多马赫号 是第一批部署到维柳钦斯克基地的潜艇之一 码头旁的潜艇接入了各种地面管线 能够解决供水供电问题 在一年中较冷的时节还能解决供暖 这样一来就节约了挺上机组的能源 这一侧的码头还没有投入使用 但它已经为接收北风之神A级核潜艇 做好了准备 近期就能启用 战略核潜艇是俄罗斯三位一体 核威慑与核打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可以说是其应对外部威胁的一张底牌 对于这张底牌 俄罗斯可以说是精心呵护 核消息报此前披露 俄军已经开始在勘察家半岛上 为潜艇建造独特的装甲掩蔽所 它不仅配备水 电力和蒸汽供应系统 还能帮助潜艇抵御炮弹 导弹甚至核打击 这种潜艇堡垒将大幅提升 俄罗斯潜艇的战时生存能力和隐蔽性 据报道 苏联时期曾在克里米亚的山中 为黑海舰队建造过类似的潜艇堡垒 它可以为一艘或多艘潜艇提供保障 内部的隔间被巨大的支撑墙隔开 顶部则覆盖着钢筋混泥土层 起到保护作用 事实上 功能逐渐强化的 维柳钦斯克基地似乎已经招致不速之客 8月7号 俄国防部发布消息 俄东部军区三架苏35战机当天紧急起飞 在俄霍茨克海上空拦截了一架 从关岛起飞的美军B-1B战略轰炸机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 美军轰炸机至少第三次 闯入被俄罗斯视作后院的俄霍茨克海 由于维柳钦斯克基地就地处厄霍茨克海周边 因此两国媒体都猜测 美军的行动可能与潜艇基地有关 随着俄美战略对抗的升级 双方在尖端武器领域的竞赛也持续引发关注 当地时间10号 美国军火巨头洛西德马林公司宣布 与美国空军联合完成了新型高超声速武器 AGM-183A导弹的最后一次挂载试验 试验由一架B-52轰炸机执行 导弹成功地将摇测和GPS数据 传回了地面指挥中心 军风表示 这种武器主要针对敌方的高价值目标 接下来将争取在年内实施首次实弹试射 2022至2023年形成作战能力 美媒认为美军急于将该型号导弹 投入实战部署 就是要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追赶俄罗斯 从这款导弹的气动外形去分析 与俄罗斯的匕首导弹非常类似 都是记载发射 美国的AGM-183 它的弹头有滑翔功能 突发能力跟传统弹道规律 进入的导弹有比较大的区别 但俄罗斯的匕首导弹 还是采用了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战斗部 所以从突防能力去分析 美国的AGM-183可能略胜一筹 另外从稳定性和实战指标去分析 俄罗斯明显占据优势 比较导弹已经投入实战 而且在北极方向将要进行实战部署 实弹发射 但美国还在进行挂飞 离现在的实战实验 还有一定的差距 再加上B-52红炸机 在携带吸气式超高声速导弹的过程中 曾经出现了导弹的意外脱落 所以从实战指标去分析 美国目前还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大致去分析 美国优势是技术 但俄罗斯的优势是实战 来看素有天堂岛国美誉的毛里求斯 近日正面临着本国历史上 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 日本集货轮若潮号本月6号 在毛里求斯海域发生了燃油泄漏事故 仅1000吨燃油是流入海中 近一周时间过去了 事态仍然在继续恶化 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8月11号 环保志愿者在毛里求斯 燃油泄漏海域 发现了浑身油污的死亡蛮鱼 一名志愿者表示 他们在漏油海域还发现了 沾满黑色液体的死海星 还有死亡的螃蟹和海鸟 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 1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 在毛东南部海域搁浅 并出现燃油泄漏的日本货船 存在船体进一步破裂 并最终断成两半的可能 毛里求斯已做好最坏打算 漏油的日本货船 名为若潮号7月25号 在毛里求斯东南部海域的 一片珊瑚礁上搁浅 距离海岸线约3.2公里 8月6号货船船体破裂 大量燃油泄漏 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艘货船再有约4000吨燃油 至少1000吨燃油 已经泄漏至附近海域 为了挽救美丽家园 毛里求斯政府随即组织开展 大规模清洁工作 但清洁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燃油渗入海的速度 志愿者们只能用甘蔗叶和稻草 制成蓝油榨 绑上塑料瓶投入海里 防止漏油扩散 释发海域附近的马埃宝市理发店 自发收集头发 民众纷纷剪下自己的头发 以便志愿者能将树叶和头发 缝制成组油物 让其漂浮在海面上 并将浮油聚集起来 直到油被软管吸上来 毛里求斯政府向法国政府求助 认定燃油泄漏 对这个人口130万 严重依赖旅游的岛国构成危险 法国国防部10号说 法方已经向毛里求斯 派遣一架军用飞机 和一艘海军舰艇 若潮号运营商 日本三井知识会社 和该船所有者 长铺弃船公司 已于9号就该事件 向毛里求斯致歉 日本政府同一天承诺 将派出6人专家小组 协助毛方做好善口工作 好 更多资讯 再来看一组素栏 6月24号至今 韩国的梅雨季 已经持续50天 刷新2013年 连下49天梅雨的最长纪录 除了不少居民受灾以外 不少牲口也被洪水冲走 庆上南道密阳市 下南义居民 在自家附近发现不明牛汁 便紧急通报农业相关部门 经检验后 确认其为来自80公里外 辖川郡的牛汁 救援人员认为 该牛应是被洪水 冲离援助所 置那么远的地方 但不清楚它 是怎么活下来的 据印度Z News 电视台11号报道 因担心有人 掉入敞开的下水道中 50岁的印度女子 穆尔蒂 冒着倾盆大雨 在下水道旁站了7个小时 提醒每一位经过的路人 以及车辆 直到等来市政工人 他表示只是希望路人和车辆 能够安全地通过那段路 因媒称 孟买最近遭遇了40年以来 最强暴雨 引发洪灾 让许多人失去住所 包括善良的木尔蒂 近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 遭到暴风雨袭击 强风造就了一幅壮观的景象 位于悉尼南郊的皇家国家公园的瀑布 被风吹得倒飞 当时风速时速一度达到74公里 气象专家说 这是因为强风从海洋吹来 击打在崖壁上 迫使瀑布的水开始倒流 据韩国SBS电视台报道 近日因憨态可居的视频 走红的墨西哥小野熊被放归山林 这只熊叫骑皮 此前经常在骑平客生态公园出没 在游客拍摄的视频中 它显得格外活跃和友善 拥抱路人跟路人自拍 清秀路人头发 但出于安全考虑 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捕获了骑皮 将它逐放到另一座山中 并在它身上安装了监视装置 有网友说 是人类不小心喂养了熊 却导致熊被驱逐 生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22岁女孩托莱多 是一名高层建筑擦窗工 她喜欢在高空中一边唱歌 一边舞蹈 把自己工作时的 惊险刺激镜头上传网络 这令她在社交平台上 拥粉数万 托莱多表示 高层建筑擦窗行业的从业者 多是男性 希望能以自己的行动鼓励女性 加入到男性主导的行业中 让大家知道 女性也是很强大的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来自缅甸的女孩 苏莫莫奈打破世界纪录 成为全球腰最细的人 据悉 苏莫莫奈是一名大学生 腰围仅有34.7厘米 比全世界纪录保持者 来自英国的罗米尼 腰围还要小3.3厘米 许多网友质疑 她的照片是后期做出来的 但苏莫莫奈表示 做自己就好 她说自己怎么都吃不胖 为了保持身材 一直坚持锻炼 例如做深蹲等 面对疫情 日本民众似乎找到了 新的减压方式 在神奈川县南足平市 今年来这里体验 瀑布修行的人 比往年增长了约三成 瀑布修行是指 站在或坐在瀑布下 让水流冲刷自己 体验前大家一边呼喊 一边做起拼命划船的动作 为自己加油打气 正是开始体验时 工作人员还会近距离 给体验者拍照留念 体验者纷纷表示 体验后感觉神清气爽 对未来充满期待 好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新亚洲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